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它的历史很悠久 我的妈妈家族呢 她是一个神捷的一个世家 神捷在过去一般作为 就是一个配饰 装饰 点缀的 那我现在呢 就是把神捷倒过来了 神捷作为一个主打的 其他作为一个配饰 装饰 所以说我的 现在的神捷的作品 跟过去的神捷作品 又有所不太一样 神捷创作要不断地去发展 要迎合现在年轻人的市场 飞衣传承了要从娃娃抓起 让孩子们知道 然后才能更好的 把它传承下去 一般的话就是编一个节 就了事 但是我们在传承教学的时候 你光是编一个节 大家拿回去就是比较枯燥 就没有那种新鲜感 假如如果我们在神捷上面 创新 编出一个造型 或具有一个实用性呢 他们带回去 又有起了装饰作用 又具有实用性 我觉得就是 因节节远 好多就是孩子 要学神捷 不过成人也有很多 学神捷 我曾经小时候 一直听我爸爸跟我讲 创造是生命 模仿是死亡 只要有了新鲜感 他就会对这个加上印象 这也是一种传承的方式方法 但是我觉得 在不断地创新传承当中 还要不忘根 也就是不忘本 才能体现出我们中国的神捷的精华所在处 这次是 不再说 我一路好 不再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